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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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分地區已錄得水浸至近0.5米 由早上零時至零六時 累積雨量 澳門區最高錄得超過250毫米 林仔區最高錄得超過130毫米 路環區最高錄得超過40毫米 汽車局預料 本澳今日天氣不穩定 多環有驟雨和雨勢有事頗大 教徵局就宣布 因為暴雨關係 按規定中學教育上午停課 小、幼和特殊教育全日停課 校方應該確保校舍開放 和安排人員照顧已經返低學校的學生 直至情況適宜學生安全回家為止 路廣市記者 珍珍儀報導